三年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充分的保障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坚持市场经济 不去过度的干预经济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没有像国外的那些专家一样去瞎搞 他们过度的去扶持了很多企业 而我们国家就不会这样干 国外居然去给企业免税 免税能解决企业的问题吗 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不是靠免税来存活的 我觉得国外的那些专家呀 在疫情当下的时候 就是在乱出点子 你看我们国家就没有任何的专家 支持给企业免税 因为给企业免税 你就破坏了市场经济呀 我们不能去破坏市场经济的 坚持市场经济是不能动摇的 并且国外的专家 还去绑架国外的那些私人银行 让私人银行去给那些贷款的人 延时还款 这是什么 这是背叛的契约精神呀 破坏了金融稳定 国外的专家就是爱这么瞎搞 国外一千三年 很多国家的人基本上就不上班 让失业率非常的高 他们根本就招不到工 他们怎么可能招得到工 国外天天发钱 这怎么招工 国外那些专家 真的是给国家瞎出点子 天天发钱 谁去上班 天天发钱我也不去上班呀 一家三口对吧 在家拿着几万块钱人民币 多好呀 为什么要去上班呢 我们就不会 我们没有一个专家 支持发钱这样的事 发钱就是养懒人 如果说我们国家 跟国外一样 掉进这样的发钱陷阱里边 你去上班吗 工厂能招到人吗 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在吗 一点都不合理 我非常支持我们国家 很多专家说的话 你呀 有闲置的房子 你就把房子租出去 赚点租金就行了呀 别给国家添麻烦 对吧 要保持一个感恩的心 你还有车呀 你可以开车 去跑网约车 怎么不能养活一家人 天天这些人说 国外好国外好 你去看一下国外的死亡率 再看一下我们的死亡率 我们是充分的保障了 每一个人最基本的 生存的权利 国外已经放任了呀 国外全部都已经 与病毒共存了 老人小孩怎么办 你们也不想一想这些后果 我们是不可能 学国外那样走的 国外破坏市场经济 国外在养懒人 他们在制造社会的矛盾 他们让整个社会堕落 我们绝对不能去模仿国外 你们那些一天嚷嚷的 要学国外的 要学共存的 要让学国外发钱的 掉进这样的陷阱的人 都是在害国害民 得音 明天想去 demonstrating 取 UK我orn 不过在社会堂建特 mañana 是否觉得 我义想去uso 和生存有 如果你是否応